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那接下來我們下午的場次即將開始 那首先我們先來歡迎就是 這次的論壇很重要的協力者 就是劉夏琉老師 讓我們請劉夏琉老師來握我們 各位午安 很高興各位下午還可以繼續出席 我們今天接下來要請到四位日本人 來發表他們對於台灣的一些觀點 那首先是傅琪教授 好 傅琪先生 那傅琪老師他現在是 正大的民主系的見任教授 還有台灣日本總統研究所的教授 那他對於台灣的原住民算是 他的研究算是一個先驅 在早期日本人還很少從事台灣研究的時候 他就率先從事這個裡面的研究 留下很多的先行研究 讓後面的研究者可以追尋 接下來是上水流九院教授 上水流九院教授是日本廣島大學的副教授 然後他的專攻是人類學 然後他今天發表的主題是針對他 以人類學者的角度觀看 戰後有受過殖民影響的一些建築物的變遷 然後他變遷所帶有的一些意義 我們來歡迎他 第三位是天江喜酒教授 天江老師現在在唐文大學台灣研究所服務日 然後他是一個我所見過裡面 語言最天才的一個教授 他的英文非常好 然後以日本人身分用中文教學 然後他的夫人是韓國人 所以他精通東亞三國語以及英語 是相當全能的一個老師 然後講他今天寫的文章 那如果大家有事先閱讀過的話 也知道他的論點其實非常的sharp 然後有很多點附有感情 也附有批判性的那個省思 第四位是新來光也是 他是一個這兩年連續出了兩本書 一本書就在我們玉山社出版 是《Y之路口》 然後另外一本書是講他山口縣故鄉 跟台灣之間的關聯 然後他也是知名部落客 台灣歲時期的版主 那有關於《Y之路口下來》 台灣已經是幾年了 那他對於在日台灣人的一些生活圈 還有文化的差異的觀察 以他女性的細膩的思維 分析得非常的透徹 那我們今天也分享他的心得 好 那我們就簡單的開堂的告辭 那接下來我們把那個 我們那個代表工作交給佑琪老師 謝謝 大家好 在台灣幾乎數位的人會講幾句話 這個是我到台灣的第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怎麼這個就不太像外國這樣 那麼我在這邊最老的 我現在70歲 我來的時候剛好斷交的時候 那是文這邊講的話 中日建交這邊是斷交 可是斷交建交 我那個時候就跟各位一樣 就是比你還覺得很可愛 什麼都不懂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就 好像就是不理不徒 反正就想要好好地學個中文這樣 我來台灣之後 就是因為是斷交的一個衝擊在這裡 所以就 我在這裡碰到很多人 很多人給我的這個印象 跟柯伯那個衝擊都不一樣 有些人就對我非常地好 好的 就很熱情就會招待還是什麼的 可是他總是會問我 你怎麼會到台灣來啊 我們的孩子要留學一定到歐國的 台灣這麼弱武的地方 你怎麼會來這樣子 那麼這個不一樣的這一句話呢 我在日本決定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的同學老師都會一樣的話問我 你怎麼會到台灣呢 台灣哪有好 其實是因為是想去中國也不能去 然後就我心裡想台灣也是中國啊 好 大家都講中文啊 我要來這裡學學 結果那就 就是在台灣給我的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刺激 這個刺激呢 是讓我好像醒過來 怎麼會是我在日本生活 我是日本人 日本國 從不懷疑 從不懷疑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來到這裡以後呢 熱忍是怎樣的問題 有沒有 那有些人呢 一聽然後就 你是什麼人 我說我是日本人 我有些人就馬上就斷 這個電話那個打斷 不是有些人就馬上就跟我說 那你是我的敵人 這樣 我怎麼會是敵人 我又不曉得 所以就說 來台灣之後呢 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一個過去的歷史 然後歷史經驗都不一樣的 那在日本呢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從不懷疑這些 那我在台灣接觸到的 每一個人給我不同的感受 那答案都沒有 我只好就跑去圖書館 翻閱書 開看書 到底怎麼一回事 反正就是 來到台灣之後呢 我第一個感受 就是剛才講的 日本或是日本人 或是國家或是民主 就是這個 那麼有些這個 我的朋友的家長來台灣 然後他也在這裡 沒有什麼認識的人 就要找我 好 我就帶他去台北 就這樣 就簡單游泳一下下的 那就他就這麼說 跟我說 唉唷 台灣人啊 真的讓我驚訝 用筷子吃飯這樣子 他說 用筷子吃飯 他在心裡頭 台灣人是非常隱瞞的人還是什麼 用筷子吃飯 他很欺騙 然後還要吃日本的尼州西魯這樣子 你知道嗎 然後 我一步曉得跟他怎麼說呢 所以就是說 很多很多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一個刺激 這個就變成是我研究的所謂的處方點 我覺得這些東西值得思考 然後非常偶然的機會 我認識的原助理 因為哪裡都不曉得 那就誰要去哪裡我就跟著他 結果那一天偶然去看守所了 看守所了 為什麼看守所沒去 不會要去這樣 然後看到一個小男生 哎呀這麼漂亮 他怎麼會是犯人 原來是他沒經過別人同意 起個腳上說 嗚嗚就回來了 就被改回了 然後他家裡窮沒辦法付法館 所以就只好到這個歸山監獄 我們也是跑進歸山 然後就 然後就後來我沒有去他的家鄉 那真的是 就不想怎麼過得去 我也是 因為是那個溪流很崩潰 他們要跳跳跳的在石頭家 然後我跳不過去怎麼辦 我跳不過去 他後面是推前面是拉 就這樣子跳跳跳 第二天沒有那麼多個溪流 還是很平靜的 可以涉水走路的溪流 台灣的這個地理環境 或是氣候的變遷 也是讓我很資金 然後這個回來以後 又跑去特殊館去看書 看書以後呢 哦 我才真正的知道 這個台灣有日本統治 有很多事情 還有所謂的理環城市 所以就吃一些人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感覺這些原住民 就跟漢人之間的溝通不良 才造成是漢人社會的一個犯罪行為 我住在他家裡的時候呢 就一個男生 然後就只有一張船 晚上很冷 然後呢 就家裡的人就跟我說 你睡這裡 然後呢 那個男生也要睡我一起這樣 我們兩個一起睡 那怎麼可以這樣 他說 他就跟我說 沒事就沒事 有事就有事 我去想 因為的確 沒事就沒事 有事就有事嘛 應該沒問題 然後我又等他睡 第二天起來了以後呢 村落的婦女都問我 昨天晚上怎樣 然後我說沒事 每個人的臉上掛著好失望的臉 然後呢 黃昏的時候呢 我襪子洗洗掛在這個类巴上面 我去散步的時候 我還看到 回來的時候呢 我的襪子不見了 還納悶怎麼辦 襪子便宜的東西不要 可是心裡想吃什麼 我就只好就吃飯的時候呢 大聲的說 有沒有人知道我的襪子在哪裡 那一個小男生說 我知道了 我知道 然後他就這樣子 我就跟著他進去 他父母的房間 然後那個衣櫃的抽屜裡頭 抽屜打個最下面的裡頭 就拿出來我的襪子 然後就黃昏我的時候呢 我就看他一眼 看他那一眼的同時 我心裡都覺得 我怎麼會做這種的行為 因為那個男生的臉上 根本都沒有 我就是脫你的東西的臉 就這樣子 就很自然的管我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欸文化不一樣 文化概念不一樣 難怪就那個男生是 他是就沒經過 他說我等很久 結果那個人沒有來 可是那個孩子很漂亮 我好想騎 騎騎騎騎騎 回到原點了 警察跟那個車主在那裡等著他 所以那個我說兩件事情 我一路上就思考這個兩件事情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這個民族的存在 我發現了台灣真棒 你懂嗎 我愛上原住民 然後我心裡想 我能做些什麼 我可不可以兩個文字跟沒文字的 民族之親可不可以帶個橋樑的人 階段性任務完成 我就幹嘛差不多老了 我會這麼想 可是又想回來 哪這麼我要倒楣呢 因為這個工程是很不好做的 這個學術的東西 我當你研究博士班 我決定研究台灣原住民的政策的時候 我的同伴都都在笑我了 哎呀你這個做了以後找不到工作了 哎呀這個是冷人中的冷人 沒人要做的 可是呢 我就是要做的 那個是我想做的 就是隱藏在心裡頭很久的 而且從此以後呢 我想要離開原住民研究 我就是離不開了 就是不斷地要做這個計畫 又要做這個事情 又要教書 又要怎樣 到現在 我還是到政大民主席去上課 所以那就後來我想好吧 那認吧 認就好了 認了就比較心裡比較平靜一點了 所以說到現在 我就做個台灣原住民的研究 好 那個也算是這個是我忠於我的內心的一種良心 而這個我願意承擔 日本過去做了些什麼事情 我就歷史性的讓大家去解讀 說明用這個學術的力量 貢獻台灣的一件事情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吧 所以我的自己的奮鬥也算是 我在台灣了45年吧 這個單中我的奮鬥的歷史 也算是台灣跟日本的關係史 我就是為了台灣的很多個問題 或是說人跟國人的關係 息息相關的議題 我就是願意下一個功夫來做 恭喜一下 好 謝謝褲老師 很想動人的告白 我讀這篇文章的時候 其實感受最大的是 他讓我知道1972年 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社會的氛圍 他文章裡面透露出很多的訊息 那台灣 台灣研究在日本其實也是很 那個能見度在早期也是非常地低 那他來台灣 他一開始也不是要做台灣研究 可是自然就會被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土 人民和土地的豐富性多樣性吸引 他才知道原來日本有殖民過台灣 因為以前教科書有提 日本教科書沒有提過台灣的 你才知道日本 這邊有原住民 然後日本曾經對原住民做了什麼樣的政策 然後他一頭栽進去就是45年 然後他也投入他的熱情 他的生命 然後我們非常的感謝他 接下來我們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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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